如果說,為了治療一個身重病的小孩 我們要必須再幫他製造一個弟弟或妹妹 來提供他所需要的細胞、血液或是身體器官 你會同意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救命寶寶》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過《姊姊的守護者》 這部由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呢? 他的情節大概在說,美國有一對夫妻 為了拯救患有先天疾病的女兒 決定透過佩戴篩選,再生下一個健康的小女兒 讓小女兒捐贈血液、組織氣候給姐姐 幫助姐姐延續生命,成為姐姐的守護者 直到有一天,小女兒不願意再奉獻自己的身體 把父母一撞告上法院 希望能夠捍衛自己的醫療自主權 讓全家人陷入空前的風暴身中 電影上映之後,也掀起了大家對於救命寶寶的討論 有些人認為救命寶寶違背了倫理,應該要立法禁止 有些人則認為這是未來醫療的希望,應該要樂觀看待 儘管這些爭議到現在都還沒有得到結論 但類似的事件,最近正在印度真實上映 你喜歡玩桌遊嗎? 這幾年玩桌遊變成一種很流行的休閒娛樂活動 除了玩各種適合同歡的派對遊戲 也有不少玩家喜歡玩輕中度的策略遊戲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策略遊戲的規則很複雜 學起來很花時間,初學者可能難以上手 不過今天我們要介紹這款戰國總裁 主打的就是一款適合新手接觸的策略遊戲 推出這款遊戲的硬盒桌遊 過去標榜的桌遊風格就是畫風精緻 簡單易學,卻富有深度跟變化 讓想要輕鬆玩的初學者 或者是熟悉策略遊戲的玩家 都能夠體驗玩遊戲的樂趣 而這款遊戲的背景是大家都很常聽到的 《日本戰國時代》 不過在這款遊戲的戰國裡面 武力並不是統一天下的關鍵 經濟力才是 在遊戲中,玩家可以扮演幾個知名的戰國大名 像是支聯信長、德尊家康、風城秀吉、武田信玄、上山千姓 也可以派遣像是服務絆葬、竹中半兵衛、明智光秀 這些耳熟能詳的武將 而遊戲的玩法則是運用每個大名不同的專屬能力 並透過戰地築城、收購名物、經營人脈、難蠻貿易的方式 來讓玩家打造出自己心目中最佳的戰國經濟策略 靠著經濟力以及金錢的力量,統一天下贏得勝利 而目前,這款桌遊的募資活動 正在嘖嘖這個平台上進行,預計到今年底截止 除了現在募資期間的早鳥優惠以外 這次硬核的桌遊 還將之前已經絕版的陰陽白給台重新再版 並在募資期間跟戰國總裁組成優惠同款包來販售 讓玩家可以一次體驗兩個不同時代的日本歷史文化 對這兩款桌遊有興趣的觀眾 就再請參考看看我們資訊欄的募資連結跟說明囉! 這個事件發生在印度 主角是一位叫做阿比吉的小男孩 他在出生之後,沒有多久 就被診斷出患有嚴重的地中海平血 必須長期接受書寫,才能繼續活下去 而從小就體弱多病的阿比吉 到了6歲的時候,已經接受過80多次的書寫 醫生預估,如果病情再沒有好轉 他的預期壽命可能不會超過30歲 而拯救阿比吉唯一的方法 只剩下骨髓移植的這個選項而已 但不幸的是,經過比對 家裡並沒有任何人適合捐贈骨髓給他 而資料庫裡面,唯一一個配對成功的捐贈者 卻住在幾千公里外的美國 不僅手術費、相關的成本非常的昂貴 移植成功率也只有20-30% 一旦手術失敗,甚至連阿比吉的生命都有危險 而這樣的賭注,讓阿比吉一家難以承受 不過天無絕人之路,原本已經絕望的這些父母 有一天看到了一篇文章 發現了拯救阿比吉的最後一絲希望 而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了所謂的救命寶寶 也就是那些為了捐贈器官、細胞或組織 給年長的胸姐而生下的嬰兒 阿比吉的父母看到之後 馬上找到了國內遺傳方面的專家 懇求專家幫他們製作一個救命寶寶 於是,專家透過胚胎的篩選 將基因合適、健康無餘的胚胎植入了媽媽的子宮 不久之後,他們就生下了一名名叫做卡維亞的女兒 卡維亞到了18個月大的時候 醫師便執行了骨髓醫師手術治療哥哥阿比吉 而令人高興的是,在手術結束的7個月之後 阿比吉再也不用書寫,已經完全康復了 而身為救命寶寶的妹妹卡維亞 手術之後也沒有出現什麼後遺症 一家人終於擺脫了長達7年的夢魘 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享受一般家庭平凡的幸福 而阿比吉一家的故事被公開之後 引起了全球媒體的關注 而妹妹卡維亞也名留親手 成為印度史上的第一個救命寶寶 雖然說,有些人是因為阿比吉的案例 才第一次聽到救命寶寶這個名詞 不過其實早在20年前就已經出現過救命寶寶了 2000年的時候,有位美國的醫師 為了拯救一位患有罕見疾病的6歲女孩 使用胚胎塞檢,協助女孩的父母生下的一位基因匹配 沒有遺傳疾病的健康男嬰 再運用男嬰的期待血,成功救治了女嬰 這個男嬰也成為了世界上的第一個救命寶寶 這個故事之後變成了姐姐的守護者的靈感來源 在媒體爭相報導之下 這些新聞更是轟動全球 但也給了許多喊病家庭一絲期望 幾年之後,英國、法國等先進國家也紛紛跟上 陸續出現了救命寶寶的案例 至於台灣,則是在2008年的時候 由當時台大醫院的團隊操刀 鑄成了亞洲第一位救命寶寶的誕生 而在這個案例當中 他們同樣也是運用了救命寶寶的期待血 醫治了罹患嚴重地中海貧血的哥哥 完成救命任務 那從剛剛的這些案例看來 其實從2000年到現在 救命寶寶已經不算是一個新概念 但有趣的是,每一次有相關的報導出現 卻還是會引起各界激烈的道德論戰 有些人擔心,救命寶寶如果只是捐贈血液 對身體造成的影響可能不大 但若是捐贈骨髓或是器官 都有可能對寶寶產生一定的風險以及後遺症 像是不能劇烈的運動、飲食要節制 影響生育能力等等 限縮到他自己的人生發展 對於救命寶寶來說並不公平 而救命寶寶從出生開始 就被賦予了拯救其他生命的工具性任務 可能一輩子都有義務要延續哥哥或姐姐的生命 那如果救命寶寶長大之後 不願意再繼續的拯救手足 很有可能就會面臨家庭、社會 甚至是自己的道德譴責 而這樣的責任未免也太過於沉重了 而另一方面 當救命寶寶知道自己是為了救別人 才被製造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對生命的價值感到懷疑 產生自我認同危機呢? 這也都是一些很值得關注的問題 最後,大家最擔心的是 救命寶寶的底線到底在哪裡? 長久以來,人類雖然一直都有在進行胚胎的篩選 但大多是為了避免重大遺傳疾病而做出來篩檢 就某方面來說 救命寶寶的出現等於是同意說 我們可以依照功能來篩選胚胎 而這邊大家最擔心或是最有爭議的地方 就是未來這樣的概念會不會繼續被擴大解釋 讓人們開始用外貌、智力的標準來調整胚胎 甚至動用到基因編輯工具 出現更有爭議的這種定制小孩 這都讓人非常難猶 而這次,在印度的救命寶寶案例裡面 之所以被許多人認為說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也是因為印度關於胚胎的管制 相較於西方國家寬鬆許多 以阿比及一家為例好了 在救命寶寶出生之前 學術界根本毫不知情 沒有機會對於剛剛講到的這些道德爭議 進行足夠的討論或準備 而對於學術界來說 這種他們認為是先斬後奏的狀況 也有可能會帶來更多預期之外的風險 那或許這次平安度過了 但未來又發生的時候 會不會再這麼幸運也沒有人敢保證? 不過,對於救命寶寶 還是有人抱持著相對正面的態度 他們認為,其實只要補足制度面的缺口 明定規則 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剛剛提到的倫理爭議 像是設立所謂的配胎代言人制度 由專家組成委員會 為無法表達意見的配胎發聲 決定在什麼樣子的情況下才能夠挑選配胎 或是製造救命寶寶 避免基因篩選的行為,越走越偏 而另外,剛剛有提到 有些人覺得救命寶寶帶工具性任務 來到世界上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而對於這個論點,有些不同意見的人 他們會在回應的時候說 現在的社會,有些人生小孩 是迫於家族裡傳送接代的壓力 有的人是為了幫家裡增加勞動力 有的人則是怕自己老的時候沒有人照顧 這些理由不也都是在給寶寶一種工具性的任務嗎? 如果社會可以接受這些生孩子的動機 那麼生一個寶寶拯救自己的另外一個孩子 為什麼就會成為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呢? 而最後一個部分的觀點則是認為 不管是基因篩檢或是骨髓移植 目前都已經算是相對成熟的技術 也就是說,如果需要拯救家人 選擇救命寶寶可能是風險最低 成功率最高的方法了 以印度目前的狀況來說 其實還有上萬個家庭 都有地中海平血的成員 而救命寶寶可能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那如果我們禁止了救命寶寶的出現 會不會是另外一種層面的見死不救 對於家庭、社會造成的影響,真的是好的嗎? 目前,救命寶寶在各國的法規當中都沒有很完善 而未來也一定會有更多救命寶寶的案例 挑戰我們倫理的底線 我們現在能做的 或許是準備好一些配套措施 像是幫救命寶寶的家庭長期心理輔導等等 來讓救命寶寶可能會產生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而另外,我們在蒐集資料的過程當中 也看到了很多家屬的訪談內容 不少救命寶寶的父母都表示 他們真的是走投無路才會選擇這個方法 希望批評他們的人要懂得換位思考 自己的孩子如果命在淡系 而救命寶寶是唯一的選項的時候 是不是也會做出一樣的決定? 而如果只看有受訪的這幾個案例 這些家庭也都沒有虧待救命寶寶 反而給了他們更多的疼愛與關照 感謝他們才讓整個家回歸正常的生活 那就這些案例來看 救命寶寶的出現 似乎都還沒有對家庭或社會造成明確的負面影響 當我們離救命寶寶有一段距離的時候 可以很輕易地站在道德的制高點 指責某些方法違反倫理或道德 但若是拉近距離 看到救命寶寶成功的拯救手足 為家庭帶來正向改變 我們不禁也開始思考 對於救命寶寶的爭議 真正有發源權的人到底是誰呢? 好的,那今天這集先講到這邊 我們想要問問大家的是 你認為我們應該要繼續製造救命寶寶嗎? A 應該,這是救治病人的必要手段 B 不行,救命寶寶人權不受重視 C 看情況,看看是要捐贈身體的哪一個部分 D 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救命寶寶的問題!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我們兩年前做過的胚胎檢測 以及訂製小孩的爭議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